官府分配媳妇 这需要选 铁柱他娃 铁柱他娃 一大早 林凡就被移到叫声寒醒 看着斑驳的土砖墙 还有家土四壁的家 他再次确认 自己真的穿越了 来到一个陌生的异世界 并不是做梦 唉 虽然来到这个世界几天了 但看到墙都漏风的家 林凡还是止不住叹息 他本是一个现代无好少年 每天有吃有喝 闲暇还能约妹子开黑丸玩游戏 虽不算多好 但也没有多差 可一次熬夜玩游戏 在电脑桌睡着之后 莫名其妙穿越了 来到类似古代的世界 相比于幸福的现代 在这里他就悲催了 母亲生他的时候难产 父亲是个传统老顽固直接保小 前两年父亲上山砍柴 一个不小心掉进山间 没熬两天也走了 现在整个家 就他一个刚及惯的独苗 至于家当 只有这个土坯房 外加一个还算宽敞的院子 父母双亡 家里有房 这乍一看是个主角模板 但实际上 马上就要美米下锅了 想到这 他又是悠悠一探 怎么了 王大叔 林凡起身穿好复杂的衣袍 推门来到门外 既然来了 日子该过还是得过 总不能自杀吧 院子外的 是一个高瘦的中年男子 刚才正是他在叫喊 还在睡呢 都看什么时辰了 快收拾收拾跟我去村口 今天是官府发娘子的日子 云娘马上带人过来了 快点跟我去选娘子 高瘦中年男子呵斥道 官府发娘子 当听到对方的话语 林凡的目光猛然亮了起来 他现在所处的地方 是一个叫大龙王朝的地方 因为常年对外战争 百姓日子过得很苦 付税非常的重 不过却有一个福利 那就是为了人口增长 官府会给单身男子发媳妇 按这里的话 也就是发小娘子 这种好事 在现代也就想想 可不可能实现的 但在这里却实现了 而且是真材实料 没二话 林凡迅速收拾一番 饭都没有吃一口 就跟对方来到村口 村口位置 已经有两人在等了 都是干瘦的黑汉子 个子并不高 皮肤就黑就黑的 一看就知道是肿的的一把豪兽 此时正眼巴巴的 看着村口外的吐露 相比于早早下的刨石的汉子 林凡显然风神如玉很多 因为是家中的毒苗 加上打小体弱多病 老父并没有让他干过石磨活 甚至 还让他读过几年书 也是因为这点 当他站在队伍中 颇有鹤立鸡群的意思 就在这个等待中 吐露的尽头 有一行人缓缓走了过来 领头的是一个伴老徐娘 身穿喜庆红衣掌裙 手拿弓扇 走路肩扭着大屁股 身情宽宽 看起来味道十足 这正是王叔嘴中的云娘 负责派放媳妇的存在 在她的身后 跟着五个妙龄女子 每一个脸上带着期待与忐忑 前面两个绑大腰圆 典型的乡下女好汉 好生养能干活 但后面三个 却另外一个模样 不单长得白净娇俏 还身材婀娜 柳妖营营衣卧 虽身着麻不衣 但那傲人的资本 却没有被掩盖下来 卧槽 还有这种好货 林凡以为派发的媳妇 就跟现代发迪宝一样 是一些没人要的歪瓜裂枣 让他们这些穷苦人家的老实人接盘 但万万没想到 其中却有着极品 而且还是三个 云娘 你们可算来了 被林凡喊作王叔的中年男子 带着笑容迎上了队伍 恩 路上有事耽搁了下 抱歉牙王里长 云娘巧笑嫣然回到 虽然年纪不小 但却风韵十足 王叔哈哈一笑 大声道了一句无妨 好了 长话短说 耽搁的时间不少了 先开始选吧 云娘轻轻善了善手上的善子 接着朝灵凡的人望来 这就是你们村今年的士林汉子吧 比往年少了呢 今年就他们撒 王叔笑笑点头 行吧 那就选吧 云娘也点点头 接着吩咐五个女子上前 当看到三个体态阿诺 完全肿然于村妇的女子 两个同样选娘子的黑汉子眼睛都直了 都带着渴望 但看着三女迎迎衣握的腰 还有纤细的手臂 她们最终还是咬牙扭头 指向了另外两个体格健硕的女子 大龙虽然发喜富 但却要交人头税 每多一个人 就要多交一份税 家里人越多 交的就越多 在官府的高压下 除了死人 都必须交税 没人能例外 现在这个时代 百姓活着都难 要是选一个肩不能抗 要不能挑的回去 他们这些本就艰难求存的苦哈哈 就等死吧 再活着与美人间 人们只能选择先活着 两个合适的被选了 剩下三个都是不合适的 王叔这个里长看到三女 也是眉头皱起 对于娘道 就他们三个了吗 还有没有其他的 我这侄子体弱 家里养不起闲人 这话都是含蓄的了 自从林凡的老妇过世 林凡都要快活不下去了 要是再来个闲人 这全家都得饿死不可 而且饿死也就算了 还能得到解脱 怕就怕再交不起人头睡 在大龙 交不起人头睡的惩罚 可是非常恐怖的 难得直接打入奴籍充军 女的迈入青楼伦为妓女 为国家创收开源 用官府的话 大龙不养没有价值的人 这并不是说说而已 就算是皇帝自己 都得交人头睡 王里长话语落下 云娘还没有说话 剩下的三女却急了 这里是他们今天最后一趟 在此之前 他们已经落选无数次了 要是今天还是没人选他们 他们就会被打上对大龙 没价值的标签 强行迈入青楼 为大龙开源创收 作为震惊家女子 被迈入青楼接客 这比杀了他们还难受 可实际就算自杀他们也不敢 因为他们要是敢自杀 家里其他人就会被连累 男的冲军 女的迈入青楼 所以唯一的办法 就是把自己嫁出去 否则 命运悲惨 公子 悬我 奴家什么都可以干 什么都听你的 公子还是悬我 我也什么都能干 而且吃的还少 公子 三女真仙恐后 深怕自己落选了 沦为青楼女子 这 林凡一时有些无言了 在以前 这种质量的女子 别说抢着送上门了 就算是求都求不来 可现在 对方却真仙恐后 各种许诺 就差给她跪下了 甚至如果她想 对方绝对会给她跪下 撅着大屁股哭球 都干实吗 都干实吗 给老娘回去站好 云娘冷着脸呵斥 跟在后面压正的两个牙医 更是刷刷抽刀 三女见此脸色一白 吓得唯唯诺诺不敢吭声 但可怜兮兮的泪眼 却一直看着林凡 眼中带着哀求 好了 你快选吧 今年就这批了 没有其他的了 云娘安排了三女 就重新露出笑脸 看着林凡道 但林凡却一时沉默 面对三女的哀求 她自然想拳救他们脱离苦海 可大龙的人投税 她也是知道的 以她现在的状况 要养活自己都难 再加三个 绝对是充军的命 大龙不拒绝你多选媳妇 甚至巴不得你多选 因为选得越多 人投税就得交得更多 可不单单是交正常三个人的就行 而是的按比例叠加上去的 三个媳妇 绝对不止三个人人投税 这是针对妇人的 专门薅那些妇妇与世生的羊毛 不过就算是家底英时的妇妇 也扛不住这种方式的人投税叠加 可作为现代好男儿 见不得小姐姐落泪呀 而且 她真的全都想要 怎么办 叮咚 检测到宿主的为难 相匹配系统开始激活 取妻致富 多子多福系统正式为宿主服务 有一种方式的 沉赫 我来说 我来说 这个方式的 朋友 是